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像凤凰传奇那样只是好搭档 其实当初尹香杰是挺喜欢余文华的 只是因为余文华长得太漂亮了 尹香杰又觉得自己相貌有问题 配不上余文华 就把自己心里面的暗恋偷偷地藏了起来了 2011年3月18日 余文华带着央视星光大导 栏目的导演王爱华已行 自费从北京远赴山东 善线朱之文的老家朱楼孙 第一个以实际行动挺朱之文 余文华老师是朱之文的伯乐 余文华在感情方面经历过两段婚姻 第一任老公叫李凡 李凡90年代初以优异成绩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后分配到中国唱片总公司任音乐编辑 音乐使二人相识相爱 李凡精心制作了《倩夫的爱》 余文华和尹相接受唱 结果一炮走红 没到半年 李凡为余文华创作并制作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余文华再次走红中国歌坛 1995年二人正式结成夫妻 一年后 余文华为李凡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取名李思瑜 可是两人的婚姻生活 并没有维持很久 在四年后的1999年11月 余文华与茂公离婚 后来 余文华认识了当代知名钢琴家 著名歌手李延 也是自己的经纪人 余文华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疼爱他的人 后来就嫁给了自己的经纪人 现在 余文华与前夫李凡 所生的女儿李思瑜 如今已经有22岁了 女儿不仅长得清醒玉地 如花思瑜 更是能歌善舞 我看你 听这个划算 我看你